5月26日,洛杉矶县警察局举行华文媒体见面会,洛杉矶县警局局长维拉努埃瓦和副局长Tim Rokami,警局信息媒体不代表到场,就华裔社区社会治安,犯亚裔仇恨犯罪等问题与华文媒体代表座谈,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。 维拉牛娃首先向媒体介绍了,洛杉矶县警察局的管辖范围包括洛郡42个城市,130个政府直辖区,美国最大的监狱系统,法庭系统以及美国最大的社区学院系统,从凯特林纳岛海岸线到洛杉最高峰贝利山都市警局辖区,因此,警局特别需要整个社区同理合作,守望相助。 目前,洛杉矶局有64种语言,为社区提供帮助和服务,因为多元化是我们服务洛杉多元社会的力量。 见面会上,维拉牛娃还回答了与会媒体的提问,就当前社区最关心的反亚裔犯罪,维拉牛娃指出,洛杉警察局辖区内在2019年,发生42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,2020年增长近一辈至72起,未来还有上升趋势。 因此,警局一直增强宣导,希望同亚太裔社区差异闭报,共同对抗反亚裔仇恨犯罪。 维拉牛娃表示,警局辖区内近期发生三起引关注的仇恨事件,包括哈港华银面包店内一华裔女店员,被顾客以种族言论攻击。 第二起案件发生在3月21日,一名白人男子在钻石巴士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示威现场,故意驾车经过游行群众。 第三起是华裔Live的司机,在加油站遭抢劫和打伤。 这三起案件经查证,均符合仇恨犯罪的特征,案件嫌疑人都已逮捕将以仇恨罪起诉。 当记者问到洛杉矶县现任检察长贾斯康的司法改革,被认为会影响洛杉矶治安。 维拉牛娃解释指出,贾斯康将许多罪名的加重刑罚取消,包括仇恨犯罪、帮派犯罪、枪支犯罪以及三阵出局制度,让一些暴力犯罪分子轻松出狱。 这将严重影响到整个社区的治安。 本次活动由担任警局顾问的罗省中华总商会主席庄配员促成安排。 他希望加强华裔社区与执法部门的交流互动,增强互信,守望相助。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市采访报道。